恭喜你,刷到了第一集 美版乐乐大师第二集的开场就要求选手们做一辆能代表自己队伍 而且必须可动的花车 我一眼就从12集队伍中找到了最熟悉的面孔 来自亚洲的兄弟组合 看花风感觉可能是新加坡或者马来那边的 直到兄弟俩说自己都是寿司师傅 那肯定是小儿子过得不错的华裔选手 没错,国外的寿司店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开的 接下来听创意直血脉 接下来看看机械启动的成品 你就知道为啥要把他们放第一期讲了 画车中间欠了一颗太极图案 融用了和他们衣服一样的经典对撞色 红色代表热血的哥哥 蓝色代表冷静敏锐的弟弟 第二辆花车选手是教师和DJ的组合 至于谁是哪个你们应该能看出来 放第二组肯定不能和上面的中国龙差太多 帕莉亚做了一辆能吃的花车 右边是纽约的招牌披萨 左边芝加哥的正宗热狗 翻转自排的设计真的很天才 他们还把自己捏成了模型 放在花车上 L11开口就有rap味的黑人组 这组也不负重望的选了个嘻哈题材 为了接下来这段种子天赋 节目组也很给面子的奉上了定格动画 看着像是搞科研的这一组 是来自印度的工程师 他们做了两个机器人爸爸 带着小机器人 画风有点没跟上时代的感觉 这边还有对双胞胎 他们就没基于创邦胎的人生经历 创造出一个模型 他们的模型叫毕生的冒险 每一个设计都代表了他们成长一部分 两个冒险者接到任务 将拿到钻石送往乐高圣殿 路上遭到了邪恶相机的袭击 又差点被运动鞋踩死 来到中级密码箱前 输入两人的生日 达到钻石送回了乐高圣殿 接下来这一组开场就给他们装到了 兄弟俩说自己曾在一场乐高赛上 赢下了上一季的冠军夫妻组 兄弟俩的祖先是围巾人 他们准备做一个追逐围巾船的巨蛇 他们有三处可动机械 巨蛇开合的下颚 摇晃的小船 以及游动的蛇尾 但比起双龙来 机动性还是差上一点 除了亲兄弟还有亲兄妹 兄妹组设计的是小时候妈妈给他们讲的睡前故事 王子狠狠地抓住了长发公主的头发 这也让公主发出了愤怒的尖叫 接下来这组也是兄妹 只是年纪翻了三倍 爷爷玩了高的时间比其他组活着年头还长 老兄妹组为了纪念16岁就去世的侄孙女 做了一只巨大的蝴蝶 可惜机械部分出了点问题 导致游行的时候蝴蝶翅膀没能动起来 接下来是年轻的妈妈组 他们将自己的设计兴趣传插进了乐高 做了一辆名为色彩爆破的花车 油漆罐泄露了各种色彩 顶部的油漆罐将绿色建设的到处都是 非常喜欢他们这个去颗粒化的色卡 很不乐高的感觉 下面这一组在妈妈领域里更厉害 他们做了一只蜕变的天鹅 但下面的马车机械很明显的出现了失误 父子组来自密歇根 他们的花车上展示了密歇根的四季 中央顶部是旋转的钟楼 色彩上很有活力 但人仔和背景的混合太杂乱 最后一组是夫妻组 在前面选手的实力对照下 他们自己也有点看不下去了 夫妻组的花车是给孩子讲整边故事 模型体积太小 机械部分也没实现 还好是第一期没有淘汰选手 下一期就不会这么轻松通过了 啊忘了说了 最后小金砖给了中国兄弟 虽然选手们的质量很高 但冠军确实没什么悬念 想要在水里做出乐高的动态效果 肯定不能放电机 但小塑料块和福利可是天作之和 欢乐组准备建设一个水下外星殖民地 新明治就知道这个姐姐非常跳跃 他们想要模型随着海水排空 两侧的部分会脱离主体 像马桶里的浮球一样漂浮起来 果然在水面下降的过程中 他们的吊舱成功展开 也是唯一一组利用福利做出动态的模型 中间的小触手怪做的巧妙可爱 可惜整体的故事不够清晰 接下来是胡子小哥组 注意这里出现了强者关键词胡子 小哥的发型也是非常喜人 看来他们后面的作品都可以多点期待 他们建立的是一个海洋版的狂野西部世界 海马在海洋中驰骋 身上坐着一些试图驯服海马的人类 接下来参赛的小姐姐是职业的Coser兼网红 搭档是她的摄影师 网红组合做的是人类飞行史上最传奇的女飞行员 阿梅利亚·埃尔哈特在海中的飞机遗骸 技术上看得出来他们不是来掐流量的 创意和搭建技巧都能看出很多思考 情侣座这边选择了异形题材 准备做一只巨大的海虫怪物 攻击潜水员的场景 水位下降的过程中 海虫越来越有灾难片的气质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经典电影 但完全浮出水面后 海虫的身体值得像根烟囱 恐怖指数直接归零 把这个大水池子所有水都放掉之后 露出了一艘巨大的乐高沉船 和八个圆盘底座 选手们将要在这些底盘上 搭出自己想象中的海底场景 当所有作品完成时 水还会再次灌满池子 让作品呈现出海水逐渐排空的时刻 整个挑战限时16小时 奥版迪斯基的经费更多 挑战难度更大 以及Brickman的背影更加反光 从出生开始就玩乐高 好像都已经成了选手标配 这组兄弟俩塑形很强 很擅长做一些神奇的生物 这次他们桌子上就放了一条奇怪的骨架 两人准备做一只巨大的海怪 作品最后要放进水池 所以比起平时 更要考虑俯视的构图 越往后看 越觉得这哥俩应该是这一季的C位了 他们将海怪的头调到俯视 也能看到的角度后 放在水里一整个震撼 巨大的海怪从自己的领地游过来 碰到一只瑟瑟发抖的可爱小鱼 大小繁件的对比 不一只的画风 反而出来一种黄蛋感 场景设计的有趣 就连顶部的构图也很有美感 明明是塑料做的 竟然给我看出了蛇皮的质感 姐妹组的这位非常擅长做人脸 但他们可能不知道 这个节目有个诅咒 就是做美人鱼的壁挂 姐妹俩准备做人鱼妈妈 带着女儿在岩石上休息 鱼尾飘在空中 排雪的时候会最先看到鱼尾 不幸的是 他们最有看点的鱼尾 做得太小 估计是时间不够了 幸运的是 这也确实算是历届做的最好的美人鱼 鲁迅说过 没有积木联名的IP 不是好IP 所以瑞西周边扛把子 三里游也出了积木街景 就是这次没带库罗米玩 先来看我认为做得最棒的布丁狗 留宿格子小地毯 收银台 装布丁的架子 Keepplay透明件做得很清澈 窗户和门口的招牌都是印刷件 左侧还有一个通往二层的小楼梯 再转过来是店里摆放的各种规格的布丁 门楣上的星星灯 店门口有围栏 扭蛋机 搅滑的用了印刷件 店内摆设做得错落有致 非常舒适 接下来是美乐地的冰淇淋店 店里坐落一个小把台和一个展示架 顶上是印刷件菜单 正面内容就要丰富得多 窗口摆着两份甜点 桃粉色的信箱 关上门 这里还可以再放一个能转动的小招牌 整体甜美指数五颗星 然后就是三零油 当家花旦 Hello Kitty开的服装店 涂窗展示的是最新款 顺便给公交站 腾一小块垫 后架上放点衣服 书包比较贵 打个灯 正面柜台是粉色手提包 和门口的新款备带裤 蓝色版 逛街累了 看看剩下夜宾店里 有什么好吃的 橱窗里摆的是 KeepPlay自己创新的小蛋糕零件 正面就要好看得多 一棵小树 可活动小菜单 红白相近的党宇棚 甜美的大logo招牌 四家店摆在一起时 才发现 侧面小滑轨的使用方法 凉凉卡住 前面就可以通车成功了 两人对乐高的热爱 完全体现在了 他们的婚礼上 一个大乐高蛋糕 和乐高伴郎们 这期的主题 是创造海底世界浮现的一刻 同志组的设想很有意思 他们准备做 沉入海底的艺术家画作 海洋中的生物们 会根据画作的颜色 伪装自己 果然同志们的艺术 和创业的敏感度很高啊 两幅装在箱子里的名画 范高和蒙德里安的 红黄蓝的构成 在海上运输时 不小心遗落在海底 成为了海洋生物 隐藏自己的保护色 画上的水滴 简直是点金之笔 但评委还是给了几点建议 头顶大包参赛的爸爸和儿子 可能刚被蚊子叮过 父子俩的家里 只有一点点乐高 儿子16年来 基本生活在乐高 做成的房子里 他们设想做一个水下的人鱼小镇 村民膜拜海神 波赛东的场景 要知道 波赛东是澳版第一季的冠军作品 注意在前 如果不够出彩 肯定会有一丝尴尬 果然12个小时过去 波赛东成了海绵宝宝脸 村民膜拜这个 可能真的是脑袋进水了 在第二次修改后 海王终于出来点愤怒和威严的意思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个海王看似平平无奇 放在水面下的效果却惊人 海底小镇遭到了侵略 居民们纷纷膜拜海神 寻求帮助 摩仙如果单独看 是无法和第一季的老大哥相比的 毕竟比赛只有16小时 但结合题目浮出水面的时刻 他们塑形和白色的选择 无疑是相当成功的 高端的食材 往往只需要简单的搭建 前两天 报纸捡便宜的心理 买了六套 嫌一梗一瘦 先随机拆一盒 很舒适的说明书和零件包 拼搭体验超出了我的预期 设计和拼搭技巧都很巧妙 把小龙和汉堡缝合在一起 就成了小龙堡 头尾和四肢都能活动 再看这个寿司和冰淇淋 我强烈怀疑是设计师 先找的谐音梗 再也设计的 扣钱 寿司下面做出了紫菜 把饭团勒紧的效果 冰淇淋的脆皮筒 可以旋转 招财皮球 唯一一个没和食物 做结合的设计 但看在招财那幅寓意上 凑个数吧 乌龙茶的两部分 是可以分开的 茶杯底部是透明印刷件 没想到整套最可爱的 是在封面不太好看的桂林高 看来真的只有拼完了 才知道 总结 不建议在饭前搭建